這是農荷今年新產品 這是順光滷肉很好吃 你一定要在農荷買 有 你都不要吃什麼 阿嬤待會去農荷買很多認證的蔬菜 雞啊 還有筍肝啊 很多很多 還有雞蛋 通通都是農荷的 阿嬤去買農荷的蔬菜回來給你們吃 待會去挑 阿嬤來賞萬塊 剛才好等 夾月幾粒口 海洞都鹹吃過頓紅牌 城牆做事 天安飯 早點就跟火力咳咳咳塞 这个有QR Code 为让国人更懂得挑选健康食材 吃得更安全 农会推动四张EQ的食农教育 你知道什么是四张EQ吗 四张EQ是指 CAS台湾有机农产品 产销履利农产品TAP CAS台湾有料农产品 及原谱安全树果等四种标章 即台湾农产品生产溯源的QR Code 以无谷绿竹笋为例 CAS有机农产品标章 生产需要通过土壤及水源的检查 不能使用农药、化学肥料、荷尔蒙及动物生产技术 除了生产作业、加工、分装、流通到贩卖 也都要经过有机认证及完整记录产销流向 而且为了保障有机产品不会受到污染 中间还需经过二到三年的有机转型期 才能贴上CAS有机农产品标章 买有机农产品要认明 CAS有机农产品标章哦 五谷去农会近年来致力推动笋农取得产销履历制度 辅导农友强化安全管理并取得验证 也在绿竹笋盛产期收购过剩的中下笋 加工制成绿竹笋干 农会将收购回来的新鲜绿竹笋切片 盐巴杀青烘干包装 全由农会员工亲自制成 完全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适合各种料理 无论红烧、乳、煮汤、街鱼 第二量富含纤维 堪称是餐桌上的一道健康营养的食品 除此之外 农会每年都会到各大食品展、小制社区 家政班、四建会、国中、小学 推广在地好吃材 举办绿竹笋创意料理竞赛 传递食农教育最深的含义 吉原浦安全蔬果标章制度 是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 提供消费者安全卫生的优质国产蔬果 此标章代表生产者符合安全用药规范 也具有追索性喔 来到五谷区农会 你可以更方便快速地找到 拥有四张EQ的农产品标章 让你可以买得更安心 而且从柴米油盐酱醋茶 都可以轻松地找到喔 多么烦啊 都可以轻松地农 几两天 都可以轻松地农 都可以轻松地农 这边都可以轻松地农 来 吃饭 吃饭 妹妹 吃饭 妹妹 吃饭 妹妹 正好 你吧 没有没有 我都不懂为孙观 你自己爱来为我 啊